众生的根性不一样 千差万别 你统统都能够帮助他 都能够利益他 他的烦恼吸气很重 这一生大心发不起来 没关系 帮他种善根 有善根的帮助他挣扎 挣扎到一定的程度 帮助他成就 这个事情急不得了 慢慢来 有灾难的时候 要告诉他 念佛为什么能化解灾难 把道理讲清楚 念佛是念自己的亲近平等修 念自己的是亲近平等心 心地亲近平等 外面境界就转变了 静随心转了 头一个你真正能够一教修行 除世在人界屋 充满了慈悲 充满了智慧 哪一个不尊敬 你得到人的尊敬 哪一个人不爱戴 有尊敬爱戴 慢慢的时候 才发心要跟你学习 所以你一个人好了 影响到你一家都好了 你一家好了 就影响到你的亲戚朋友 邻居相当 慢慢的时候 你居住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统统都好 这是自立立踏了 自行化踏了 这个叫做神通作用无碍 我们能不能做到能 我们不能像菩萨 这个功德那么大 我们可以小做 至少我自己一身 我的一家 如果学佛的人家里都不和 那个学佛出了平常 肯定出了问题 问题不在外 问题一定在自己 反求诸集 你能够把原因找出来 把原因修正 你就成就了